大家好,我是王金,想要借助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我上了七天NKY NDY课程的收获和感想,那对于有医院想要参加的朋友起到一点参考作用就非常的开心。 这七天的课程让我系统地学习了人体的七个脉轮的科学和五层。那七个脉轮呢,其实它不仅对应了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这样的一种能量,它更关联的是我们的一些思维模式,我们信念系统里的一些所储藏的,以及自己拥有的一些认知。 因为这七个脉轮的系统的科学的学习,其实不仅包含如何清理,如何让自己身体内部能量畅通,更加有益的是让我们挖掘了其实自己对应每一个脉轮所拥有的那个思维模式里自己还有什么样的局限,或者说不圆满。 所以它是一个既从身体上,也从认知上进行圆满的一个课程。 那么五层呢,其实不是所有的层都是用肉眼可以看的,它涉及更加深入的生命科学。 那么老师也是会告诉我们这五层关联了我们的什么样的思维,什么样的心识。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是死亡冥想,因为死亡冥想是在大师的带领下做的,所以其实体验的非常生动,非常的殊胜。 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我们的反应,模式,或者是说所有的担忧,基本上都来自于生存的恐惧。 恐惧和爱是两大根源模式,所以在死亡冥想的过程里,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还存在什么没有圆满的模式,以及如何和它圆满。 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通过大校来进行练习,因为在我们没心没肺大校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刻也是忘我的,也是活在当下的,然后那个练习也挺有趣的。 所以呢,这是两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课程安排。 嗯,这七天的安排都非常的丰富,层次非常多,我想如果去上的朋友一定不会失望的,因为他无论是对身体,还是对我们的认知,都会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让我们在自我觉察的路上走得更远。 那祝福所有朋友,更加幸运,更加圆满,谢谢。 谢谢。